现在我们到6.5节 perform a failover to the physical standby 下门node 在failover之前的话 我们先验证一下flashback有没有打开 都已经打开了 现在开始演示了 我们模拟情况是 用shutdown abort 来关闭主库 关掉了 背后都是这样子的 possible network describes the primary database 直接把它关掉 好 我们来开始第一步 identify and resolve any archidlock gaps 看有没有认字有没有传输过去 全部传输到那边去 我们显定下门node 为将要新的主库 没有 我们现在直接到4.2步 这是我们演示的话不需要操作 现在跳到4.3步 现在跳到4.3步 在我们需要 在下门的中中 主库 出入这个 它会发送 android 这表示它已经停止掉了,不需要,没有热字可以接收了 FINISH,类似于Under-REDUE的意思 然后现在进入到第四步,把Physical standby转换成主库 点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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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 看一看,转换,项目都成为主库 OK 查看一下 已经转换成为主库了 Firmary 查看一下乐指 现在就到第5步 重新启动主库 感谢观看 Data open 现在验证新的主库 第六步 切换一下 这里肯定会出错的 现在进入到第七步 创建一个备份 退出来 在储库上进行备份 好 Beta database 最简单的方式 备份数据库 这里只是一个演示 退出 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备份 这里传回来就是我们刚刚备份的 现在进入到第八步 Flight Pinback Fiscal Standby Database 动员load 这个 我们查看一下 在项目标准查看什么时候变成 我们要记录这个 SAM 然后我们要关掉这个容颜load 编项目标准查看什么 书记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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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打开 Mod 最更改为刚刚弄的SEN Freshback 这样的话 查人正常的工作 任一个物理背库 可以查看一些论质 嗯,好 然后 启动 Ludu API 在Ludu上 它会 接收到Undu 所以它这个Ludu API 刚刚启动Ludu API 会被停掉 啊 我们 验证一下没停掉 已经停止掉了 啊 我们现在来要重新启动Ludu API 我们 验证一下 已经启动了 啊 如果我们 是要 启动Ludu API 首先要先关掉 Ludu API 然后再 启动Ludu API 启动Ludu API 然后我们验证一下 已经 By 已经启动立 Christ 了 验证一下 intention recovery modo 好 我们现在第八节 第九八步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进入到 第九步 第九步将会在进行 第六点六节中完成 使用 主要是把任一个 刚刚 坏掉的这个 主酷就是 上海LOD 转换成 任一个物理背酷 变成两个物理背酷 六点五节就到这里